这条笔熊犬是陈某买给十几岁的大女儿的 她认为这么小的狗根本不具备攻击能力 不过当时小颖的父亲心急活聊的找上门 同样为人父母的陈某也表示理解 随后陈某跟随小颖的父亲一起到当地医院 那时的孩子已经痛得脸色发白一直哭 小颖的奶奶也在第一时间报警 这条笔熊犬是一条笔熊犬 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南城派出所的民警出警 随即对一起陪同去医院的陈某的大女儿进行了询问 他都说要冲进去 然后我已经我已经我已经我都是 因为我腿都不得了他在医院起来一下 我的肌肉看到他就冲进医院 我把板子丢了吗 结果报告一出来 蒙事故在将军医院不接受 我就问医生 问都没办法 我说将军医生说这里看不了 就冲进去 他说好嘛 我一路都冲进去 等到凌晨两三点钟回来 受伤的孩子被转移至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进行治疗 确诊为右侧梦式骨折 医院告知家属 患儿骨折损伤骨猴 可能出现生长受限 出现肢体不等长 关节内外翻畸形 梦式骨折不愈合或畸形愈合 可能导致饶骨小头再次后卫 甚至发展为陈旧性梦式骨折可能 2021年7月19号 8月2号 9月6号 孩子分别在北宋治儿童医院复诊 诊断均为右侧梦式骨折 上述治疗期间 邻居陈某都陪同 并垫付所有医疗费用 以及往返的交通费用 当时说到几 因为我也是没钱是个谁 然后我也能听 我也能感受到 因为他也是要照顾我儿子 所以那些费用我都赶紧去交了 医疗费用和那个 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医生明确告知小颖的父母 孩子骨折损伤骨猴 可能出现生长受陷等状况的时候 他的父母经历着一场 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 这一摔让整个家庭愁云密布 然而更让小颖父母始料未及的事 是接踵而至 邻居家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银居陈某认为 并没有证据显示 是狗把孩子给半岛摔伤的 对方既然要索赔 就必须要拿出明确的证据 比如楼道监控 那么这监控证据 小颖一家有吗 广告之后 咱们接着说 有多平均 此地方 五颖母初农司 道由 但 dealt这据